言之有理,我是李财 半壁江山都是在中国打下的 多部央视女主剧 御用女演员,身价是在 之前韩国的几倍 在北京买下来近 亿元的豪宅跳往CCTV大楼的时候 韩国网友都惊惑,不可思议 他怎么能在中国 赚这么多钱 也许很多人会说,他和大多韩流明星 一样,来花捞钱的,而事实上 如今大红大紫的秋辞炫 最开始来到中国,是为了 逃离原生家庭的伤害 逃离韩国,最近一档韩宗 同床一梦二 将秋辞炫背后的故事也推出了荧幕前 节目中有一段是秋辞炫 在新婚典礼上对丈夫于小光的 告白,秋辞炫 声泪俱下,感谢 丈夫的出现,感谢她 结束了自己的前半生 说完,秋辞炫拿出戒指 独自一个人走向新郎 求婚,这期综艺的收视率 也因此在韩国飙升到了 11.7,以前 这档综艺的收视率一级 大概只有4到5 不是刻意煽情 不是营销造势 了解秋辞炫这些年的不义 才会懂这段话 为什么让这么多人 真情实感的为她流泪 记得她在《回家的诱惑》里面 饰演的林品如出身贫寒 因为自身的怯懦 被老公洪世贤给嫌弃 被自己的婆婆欺负 后来看着自己的老公出轨 并因此幡然醒悟 终于凭借自己的实力 成功逆袭 并重获爱情 其实秋辞炫的个人经历 和林品如很相似 秋辞炫的父母早早地离婚 各自组建家庭 小时候妹妹溺水死亡 妈妈大受打击 常常对秋辞炫说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外公外婆不疼 爷爷奶奶重男轻女 父亲有七个兄弟 只有她家没有儿子 所以奶奶非常不喜欢 他们母女 因为这种刻骨铭心的伤害 这个女孩对原生家庭 没有了任何留恋 决心靠自己努力 长大后考上大学 然后远离这里 所以后来她独自一人 来到了中国 好在最后 这个女孩真的混出了样子 靠着自学的一口流利中文 在线的业务能力 踏实努力不作妖 获得了导演的青睐 也接演了不少的影视作品 成了大明星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秋辞炫如今是扬眉吐气 看着旁人心里也爽快 但是原生家庭的伤害 又何止于此呢 在遇到于小光之前 孤独和怯懦依然压着她 秋辞炫曾回忆到 她害怕过节 每逢中国节假日 她就会待在片场拍戏 至今 她仍然记得 有一次首捧大奖回家 却发现假装没有人的落寞 再多的功成名就 也抵消不了那种孤独感 因为原生家庭问题 从小形成的怯懦 也如影随形地跟随着她 一档综艺节目里面 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 她和一些女明星 去农村体验当儿媳妇 体验农村的婆媳关系 秋辞炫常常做错一点小事 都要自责很久 生怕给别人添麻烦 有一次她不小心把碗打碎了 婆婆忙问 有没有烫倒 秋辞炫当场憋不住 哭了 她说 因为从来没人这么关心她 从来吃苦的人 只要一点甜 就满足了 过分害怕得罪别人 害怕被别人讨厌 人际关系当中 表现得比别人更不自信 其实细微之处 仍然有原生家庭留下的痕迹 虽然不幸 但好在 她后来遇到了一个 爱逗她笑的东北大暖男 于小光 一开始 她俩的爱情 其实并不被看好 很多人说 于小光在娱乐圈 名不见经传 人气和彩莉完全不配秋辞炫 八成是个软饭男 还有人说 这人面相看起来还挺渣 一度还有人爆出秋辞炫未婚夫深夜签嫩妹的消息 这段感情更是跌入了国底 谷底 但风口之下 秋辞炫还是坚持和她领了证 一直不被看好 直到她俩婚后上了真人秀 360度展现了秋辞炫的婚后生活 这种评价才完全消失 这次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秋辞炫 她开朗活泼 搞怪爱笑和之前那个苦情又温顺的秋辞炫不像同一个人了 而于小光也不是什么软饭男 其实他不仅演过央视多部证据 而且他还是皮滑挺运动员 甚至作曲写歌绘画也不在话下 比如说张亮颖那首我们说好的这首歌就是他作曲 而且他原名的叫做于力光 虽然是个人高马大东北男人 但他在秋辞炫面前却是一个爱撒娇爱逗趣的大男孩 一直在耍宝逗老婆开心 丝毫没有大男人的架子 两人的日常相处能让人看一整天也非常舒服 于小光还是一个宠妻狂魔 主动让老婆掌握财政大权 据说他的工资全部上交 每月只有留5000元生活费 所有的一切都全心全意的交给了秋辞炫 而这时网友终于相信秋辞炫宣告恋爱那天所说的 自从遇见他之后 我每天笑着开始新的一天 并笑着入睡 不少网友看到他俩的婚后生活 又开始相信爱情了 尤其是公公婆婆出场之后 很多人都惊叹 瑜伽家庭氛围好融洽呀 完全没有大部分婆媳间的拘情 甚至秋辞炫对父母的缺失 完全被公公婆婆给弥补了 大婚的那天 秋辞炫的家人一个没来 红毯都是他一个人走上去的 落寞之际 于爸爸对他说 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女儿了 出嫁 娘嫁不管不问 没有嫁妆 公公婆婆却为他准备了大金镯子 于妈妈记忆力不好 但第一次见过秋辞炫之后就记住了他的名字 还会每天写日记 记下和儿媳之间开心的事情 公公婆婆把他当女儿看待 秋辞炫也像女儿一样 对父母对待他们 有回南公公婆婆来家里短住 秋辞炫主动让他们睡自己和于小光的房间 小两口去睡客房 无处不体现他对公公婆婆的尊重 因为家庭美满 秋辞炫离开韩国十几年之后 再一次被韩国大众关注 丈夫于小光于可爱的名声 也在韩国无人不小 还被请去拍广告 因为人气火爆 文在寅也接见过秋辞炫夫妻俩 现在很多人都替秋辞炫感到欣慰 说上天不会亏待每一个人算是苦精干来了 其实哪有什么命运的安排 一切的幸福都是秋辞炫自己争取来的 原生家庭问题或许让人无法逃离 或许你可以把人生的不顺都归结于家庭 但是我想明星们的经历或许是一个正面的引导 除了秋辞炫曾经深陷原生家庭伤害的张韶涵 毛小彤张博之黄秋生他们 都在用自己的苦痛和成功告诉大家 一定要走出来迫使自己努力向前走 为了将来不要成为自己讨厌的那种大人 为了走更远去找到更多的爱和温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